看的人是火冒三丈 湘潭女教师暴力打骂学生 后续来了 根据长江新媒体的报道 2月28号一段 湖南湘湘市某小学教师 因为学生不会做题 而对其暴力殴打辱骂的视频 在网上传播 引发全网的愤慨 你就无父无母没孩子吗 视频显示 一名小女生在教室办公室 被以女老师反复的推丧 扇巴掌揪头发打头辱骂 我打死你 你瞎是吗 把疤变成多少 读书 你配读书吗 并且用力将学生作业本摔到地上 小女孩就像一只待宰的小羔羊 只能够任由老师打骂 隔着屏幕 我都能够感受到她 满满的恐惧感和无力感 她只是不会做题 又不是不会做人 如此超出正常教书育人范畴的管教 显然已经上升到了 在学生身上宣泄个人情绪的地步 完全有为失德失表 甚至有为普通人的善良 当晚湘湘市教育局通报 情况熟失 设施教师已被停止检查 同时安排专业人员 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 相信学校后续能够举一反三 大力强化式的时封建设 坚决杜绝此类行为的再次发生